欢迎收看今天11月29号的大新闻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玉寇 在台中高铁附近的南屯 这一座严宽恒家族的超级大维建 叫做817招待所 在24号上个礼拜三 被立法委员林楚音踢爆之后 经过了25号26号27号28号 到今天29号五天 台中市政府的市长卢秀燕 今天才虚弱的接受媒体询问说 要不然就他自己猜 否则的话就要排序猜 鼻青脸宠的卢秀燕 终于在这五天当中被证明 他是严市长的卢秘书 叫卢晓晓 而言宽恒呢 从一开始的这个振振有词 说不是他买的那块地 到今天说呢 他要自行拆除 左之右出 知之乌的 到底台中市是严家的 还是人民的 这个招待所前前后后台中市政府的都法局 还涉嫌为严家呢 用违法的方式呢 想要护航 要不是被林楚音 以及黄定颖律师 用法条逼迫这些基层的官员 小心进监牢 才让他们呢 最后吐露了实情 就是这个817大招待所的围墙 跟主建筑物 外面的这些建筑 全部都涉嫌为鉴 这个刚光是一个招待所而已 台中市长卢秀燕 他过去所建立的假象 就已经崩溃了 更别讲 现在台中市侠下 还有严宽恒家族 所拥有的土地上面 所设置的电子游戏场地 这种电子游戏场 严家到底有多少座 其中的电子游戏台里面 涉及赌完的又有多少 严宽恒什么时候说清楚 讲明白 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发现了 在105号码头的这个案子当中 袁宽恒居然推说 2021年他们的成峰公司 也就是严家的昆宏 所投资的这一家仓储公司 拿到了标案的时候 他已经不是立委了 一推456 他以为老百姓 台中人是傻瓜吗 袁宽恒担任立委 施压台湾港务公司 四个提案 一次公厅会 两次到三次 把港务公司的官员 叫到办公室里面去谈话 的过程当中 全部都是他们严家的 袁宏公司 正在设法争取 105号码头的标案 重变的时间 从赖宿如 他只收了100万的钱金 要承诺帮忙 直询达到双子星标案的 这个1000多万的 贿赂的金额 没有拿到 没有得逞 就已经被判了7年半刑的 这样的一个比例 来判断 袁宽恒不坐牢 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甚至于 他的刑期 要会是赖宿如的多少倍呀 更别讲 105号码头 本来是煤炭专用 居然被袁宽恒给 运作到非煤炭专用 除了他们家族 可以呢 从中国的平潭 运进砂石 沥青来图利之外 更令人觉得 不可思议 不寒而栗的是 平潭直航台中 三个小时 如果他走私枪支怎么办 如果他走私 中国人民解放军怎么办 严家拥有了台湾的 台中港这个窗口 他跟上海关 又有什么样的不同 我们的交通部 什么时候 才能够非常严肃的 看待这个问题呢 在地的主人 严宽恒 信誓旦旦 他的选民 对他们的服务 感觉到 非常非常 非常的反应良好 结果被一个网红 揭破了 原来他们的 在地服务 就是吃饱饱 等一下我们也要 把内幕提供给大家 更重要的是 在全台湾都为 四个公投 不同意 来保护台湾 未来的同时呢 民进党内 居然有 咬自己布袋的老鼠 那个叫做 高嘉瑜的委员 他的 公投的宣讲会 现场只有三十几个人 也就罢了 居然他不去宣讲 公投 不同意的内容 唱起歌来了 回避他应该表达的 民进党中央的态度 据说现在 民进党人的支持者 非常生气 纷纷打电话到 民进党中央抗议 这个不遵守党意的 立法委员 等一下我们要在现场 许淑华议员 他是台北市议员 他办的公投宣讲会 总共有1200人以上参加 他们的这个来宾呢 主讲人是一模一样的 跟这个高嘉瑜 一样请到的是赖副总统 作为主要的宣讲人 究竟高嘉瑜 这一只被养的 这个咬布袋的 这样的一个 民进党内扯后腿的老鼠 要怎么样 才能够对得起 他扛着民进党招牌 作为一个正派政治人物 应该有的言行呢 等一下我们也跟各位来讨论 最后呢 各位听到这句话 应该会想吐 那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说 他要征求美学执行长 这个穿高腰裤的大叔 居然想要美学执行长 背后到底是什么目的 我们等一下也由台北市议员 许淑华来告诉我们这个内幕 为各位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现场来宾 第一位就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蔡逸宇 主持人大家好 好谢谢 继续为各位介绍的是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许淑华 柯姐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你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是 现在他要重新参选 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 接受初选的挑战 是言若芳 柯姐好 大家好 谢谢 资认媒体人陈敏凤 大家好 谢谢 在台中 这个他的选区呢 就跟中二选区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选出来的 台中的民进党籍的市议员 林德宇 柯姐好 大家好 好谢谢 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 今天国民党的代表 是年轻世代的张伟元 柯姐好 大家好 好谢谢 我们来看今天最新的发展 就是一座八一七大招待所 就已经把台中市政府呢 给这个弄得颠三道四 不知所措 前言不对后语 连一个平常呢 讲起话来 一副那个侃侃而谈的 卢秀燕 躲了半天之后呢 只能出来说 该拆就拆 依序排拆 到底这五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言宽恒从一开始说 不是他家买的 到今天 没有办法面对民意的压力 只好说 他们要自己猜 自己猜 你今天就应该猜呀 你应该第一天就猜呀 你为什么要拖那么多天 卢秀燕的台中市长 这个位子 就在这个八一七大招待所的 这件事情上面呢 羞辱了所有台中市民 因为他被证明了 他原来是 严清彪市长的地下秘书 原来卢市长 他所做的这个台中市政府的 控制的地下市长 叫做严清彪家族 这个像话吗 我们来看最新的发展 严家为在南屯区封树里 八一七毫树 违建风波 延烧多日 市长卢秀燕 总算正面回应 只要有这个违章建筑 已经查报的话 这个事情 我们同样的依法办理 卢秀燕要依法办理 因为这处毫树 经过都发局 人员勘察发现 确实有部分违建 围墙它是没有请杂像执照 已经过程违建 那里面的部分 大概违建的面积 面积大概是500平方公尺 那今天会马上发函 以14天内自行改善 围墙部分没有申请杂像执照 另外在合法建筑物两侧的征建 以及临近大同九街 有加盖一间小建物 总共三处 违建面积合计约500平方公尺 都发局表示已经开出违章建筑 认定通知书 要求14天内限期改善 把违规的部分 需要改善的部分 明确的让我们知道 我们来进行拆除 其实透过历年接警图发现 2009年这块地还是荒烟漫草 2012年时已整好地 接下来三年间产生极大变化 2015年已看得到大门和围墙 里头建物镇大新土木 2016年则整体完工 四周种满绿色植栽 没想到这几年 建物偷偷长胖又变大 都可以理解有些市民 他可能自己家的空间不是很够 所以他有一些像这样子的 违建的设施 如果今天被举报 那都是急报急差 那像那样子的一个空间 它事实上又是一个招待所 觉得这个对于全台中的市民来讲 会有很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而严家争议房产不止这件 从监察院公告的 廉政专刊资料显示 位在台中五七区四围中路上 这家电子游艺厂 土地所有人正是盐宽衡 但游艺厂标明未满18岁 请勿入内 难免让人和严家事业版图 多做联想 我们是土地出租 不是经营 请不要抹黑栽赃 好 请教德宇 这件事情真的很不可思议 第一天是24号 上个礼拜三 林楚音他踢爆了这件事情 然后当天 他用了空照图给大家看到了 就是这个本来是儿童乐园的 公共设施保留地 被严加取得了之后呢 从2011年在胡志强市长任内 申请建造 2013年完成了这个使用执照 那他的那栋这个房子看起来 就不止法令规定的200平方公尺嘛 当天引发了这个社会的化然 大家都在等台中市的市长 你怎么做啊 结果这个市长逃避了好多天之后呢 今天跟昨天晚上终于发觉不对劲了 终于出来说话了 结果软软绵绵的 好似一副他无法面对严加的大维建 本来严官横还想要抗争 还推给说不是他买的 结果上面那个持有人是谁 他亲弟弟跟他买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严加终于让大家见识到 一座应该是让儿童有的一个休憩的一个场地 被他们严加霸占了之后 变成了一个政商乐园大招待所的这个过程里面 终于证明了台中市长不叫做卢秀燕 叫做燕清彪家族吗 扣姐这个817招待所 从他发生案发至今 我们看到卢秀燕的态度 就是坐实了我们外界长期的质疑 严市长卢秘书 为什么卢秘书过去五天不敢发言 因为市长还没交代啊 市长没有交代说 我这件事情到底是要给 要给你猜还是你不能猜 还是我要自己猜 因为违建就是违建 当初2011年 一开始申请的这个建造 合给的这个建筑面积 就是两百零一平方米 那我们从空照图可以看得出来 现况现地 目测至少三倍增啊 那这个违建 既然颜宽也知道说 依法办理该猜就猜 为什么他讲这样子 那你当初你问他说 你是住沙路还是住七旗 他也是说我明明就是住沙路 你为什么要说我住七旗 所以他心虚嘛 从头到尾 他包括他自己 包括他家族 包括他这个登记的 这个他的亲弟弟都清楚 他们当时的核定的 这一个箭矢罩 就是两百零一平方米 结果他们现在至少 五百到六百的 这个三倍增 那他就是要读你说 那个卢秘书不敢猜嘛 那回过后来 我看到基层公务员的 这个男委及为难 因为市长他不敢直接去得罪 去对于这一个 颜市长的 他们的这一个 八一七招待所直接下令 拆除 所以他只好先让我们基层的 公务员先到这个 县地去看一看 那又给他碰个软钉子 说大门深锁 包括这个围墙 围墙我无法进去 所以我要再确认一下 这样又拖了一天 然后后来呢 又来认定说 初步看起来可能有涉及违见 那我们会依法 这个程序再通知 通知完之后 请这个区公所 来报 报差报查 想要拖 就是拖自绝 所以他拖得了一时 他拖不过一月九号 那我想这两天的这个关键 为什么卢销燕 省影了四天 然后颜款 可能今天中午才自己说 那个该猜就猜 那他大概自己会去做这个猜除 他会吗 我们等着看 我想是这样子 刚刚扣姐也讲了 基层的公务员 包括你看这个自由时报 大大的标题 故意不猜 违见图利罪事后 所以我想我们都不要去为难 这些基层中阶的这些公务通人 他们也是依法行政 但是市长没有态度 他们不敢讲话 那市长的态度取决于什么 卢销燕的态度取决于 颜宽恒的点头 说市长没有这件 你让我整天的时间 我来宣布 我自己来疼 那因为依法 现在都发局 他会照理讲 他是会开一张 那个限期改善的这个通知书 可能是两个礼拜 那如果两个礼拜内 他没有去做自行改善 也就是拆除 那市府才会回到后面的程序 说就是排差 问题是排差排到什么时候 排到没完没了 一个当过议长爸爸 然后这个他的女儿还是台中市议会 现在的副议长 然后这个颜宽恒还当过了两届立委 他会用眼睛看 不知道那个是违贱吗 有这样子没有这个 这个羞耻心 没有道德 没有这个市民的示范能力的 这个政治家族吗 赖皮成这个样子 然后中间都发觉 还一度想要护航 想要用大家不了解的公文 来骗老百姓 好 充满 公主 充满 开 读 黑